合伙的生意更容易做大 但一定要做到这三个锁定 不然随时散火 第一锁定时间 约定三年内不能退出 如果中途退出则净身出户 第二锁定利润 约定出资源出能力出技术的人 要转化为相应的业绩 才可以拿到股权 并点部分股东躺在股权上吃大锅饭 第三锁定价格 公司亏损时要退出 必须承担对应的债务才能退出 盈利时离职 要退回全部的股份 分两年退还 第一年退30% 如果两年内干同行挖客户 剩余的70%将不再退还 要记住 合伙做生意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赚钱 如果不想兄弟是合伙 仇人是散火 一定要约定好这六大规则 一出钱规则 各出多少钱 占多少股份 二干活规则 如何分工 谁来干 要负什么责任 三决策规则 股东会谁说了算 董事会谁说了算 四分钱规则 怎么分 多长时间分 是按股权比例分 还是按贡献大小分 五罢免规则 管理者出现哪些问题 才能启动罢免程序 如何将不合格的合伙人踢出局 六退出规则 多长时间里不能退出 什么条件下必须退出 按什么价格退出 退出后多久不能做同行挖客户 合的不是感情 是利益和规则 如果你不把上述规则和约定白纸黑字的签好 想把这些通通往感情上扯 那你注定会失败 所以不管现在你的公司有多少人 项目是大还是小 都要提前准备好这几份协议 第一 投资入股协议 规定好股东的出资情况和持股比例 第二 退出协议 防止公司还没有赚钱 就有人中途撤资 规定好退出机制 第三 保护创始人公司张成 一个公司只能有一个老大 不然出现分歧 无法决断 签订一份同股但不同权的张成 规定股权一样 但是投票权不同 第四 保密协议 规定好股东们的保密义务 保密期限 第五 竞逆禁止协议 防止股东出去单干 避免资源被带走 保护大家的利益 左下角 这套股东合伙协议 是由专业的企业律师编写 配套电子版 严谨规范 从股东进入规则 到分工规则 再到分钱规则 和退出规则 所有的细节都给你想好了 需要用的时候 写上你的名字就可以了